在台北国际动漫节的第一天 除了会场内热闹的气氛外 会场外也有一件大事 正在热烈的举办当中 那就是日本动画制作大厂 来台发表即将推出与 台湾同步播出的三部动画作品 包括最新上的加尔钢提亚 黑色加年华 以及呼声极高的 攻殼机动队Arise 在发表会的现场 除了请到三部作品的制作人 分别唱团自己的动画之外 这一次还特别邀请到了 深幽界的女神版本真灵小姐 来与大家见面 在2月14号的这天 真的是给粉丝们一个 最棒的情人节礼物了 这三部新作品将在今年春节后 陆续在台同步推出 死中的粉丝们 一定不要错过任何的讯息哦 另外这一次发表会的完整报道 也会在动漫最前线的节目中播出 想要知道更多有关切心上的 加尔钢提亚 黑色加年华 以及攻殼机动队Arise 深入资讯的朋友们 就千万不要错过每周的节目咯 其实通记者台北采访报道